吴尼朗 美女士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的县议会建设小组 在29号进行小组的考察 那么上午呢是特地来到了花莲市 克莱保林寿市场 那么对于花莲市公所提出 将进行可行性评估 那么建设小组的总招指出 希望县府建设处能够深入来了解 能够活化花莲市中心 最精华的县府土地 那么再次提升花莲市 旧金三角地段的发展 花莲县议会建设小组 29号上午是特地来到了 花莲市中心旧金三角商圈 克莱保商场进行小组的考察 并且听取花莲市公所的简报 将进行克莱保商场活化的 可行性评估 与建设小组成员进行双向的讨论 专业小组过来就来看这个地点 尤其是我们财政建设小组 对我们花莲市的建设各方面都很重视 所以说土地上是我们花莲县设备在管理 地上是我们花莲市的施工所在管理 整个现在已经荒汇到现在已经那么久了 所以说我们建设小组所有的成员 今天来看这个地方是希望他们能活化出来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建设处的处长在跟我们报告了以后 整个就是说今年能编300万的预算 跟明年360万的这个规划费用 就是可行性的评估 让这个地区可以活化起来 让我们这个大雨街啊 旧三角这个地区啊 能够更繁荣更进步 克莱保商场荒废已久 希望能够透过可行性研究评估 请专业的团队做深入的调查 以及了解周边店家大家的期待 并且能够突破法令的问题 进行有效的活化 我们都觉得它在花莲市这么精华的地区 它应该要被好好的妥善的运用被活化 所以在建设小组的考察 我也特别指定去了解 因为它是土地是县府 地上屋是施工所 所以它变成有两个单位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 要有共识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能够用可行性研究评估 这件事情请专业的团队 做深入的一个调查 包含仿市周边的店家 大家的期待 那还有在法令的突破 要合法的这个前提之下 让它可以有效的活化 如果是一个结合商场家 停车场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单纯只是停车场 一个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开发 其实这些都可以纳入一些评估的考量 我们最终就是期待在花莲市这么精华的地区 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建筑 甚至或者是这个用地 应该要好好的来运用 那在民众的期待 在县府跟市工所来联手的努力之下 我们让这个 这个在过去的中央市场 后来的克莱堡商场 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的展现 虽然它需要时间 但是我想只要开始 只要有起步就不会闲太晚 目前针对克莱堡商场 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以编列相关经费 可行性评估两年的规划费600万元 将会举办公厅会 了解周边店家以及居民 对该建筑物未来的期待以及发展 作为可行性评估的依据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好 好 好